那我们离开三界以后 我们到了界外 那就是另外一个修学了 从一种出离道 而转成菩提道 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 对接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在三界的修学的重点 在面对自己的妄想 破妄 把妄想里面的我 把它消灭掉 就是说你可以打妄想 妄想我们没办法控制 但是你不要去主导这个妄想 就把那个妄想里面的我拿掉就好了 修我宽宽 把妄想里面的我拿掉 那么我们在三界的修学 重点在破妄 离开三界以后 它要显真 开始修菩提心 广修六度 那这怎么对接呢 那么在 其实在 在这个聘一品 没有明显的说明 佛陀只是说 许三给一 佛陀说我给你三秤 结果出到三界以后 佛陀开来大白牛车 那这个三秤跟大白牛车 怎么对接 没有明显的说明 但是下一品 信节品 有详细说明 信节品就是说 把心带回家 就是回关缓照 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虽然这个地方还没讲到 但这个三界的修学 到了界外的对接 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 我们 透过一种 内观的智慧 就是 万法 维持一心 就是说 虽然我们在界内 所对峙的是妄想 到了对外 是修功德 但是我们要想一件事情 妄想是怎么来的 妄想是我们一念心 变现出来的 功德是我们是怎么来的 也是我们一念信心 修出来的 所以 妄想也好 功德也好 都是唯心所现的一个影像 就好像 我们今天拿了一堆火 放在镜子前面 镜子出现火的像状 我们拿一盘的珍宝 放在镜子的前面 镜子出现了 镜宝的像状 重点是 不管是火的像状 镜宝的像状 重点镜子 还是镜子 它不是修来的 也就是说 我们 从破旺到显珍 这个地方怎么贯穿 就是一念心心 你回光缓照 它就可以对解 你向外攀岩 这两个就互相矛盾 就争望不两立 你回光缓照 那就争望同源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先求破旺 然后再显珍 这个重点 就是从一心真如 来对解 好 好